中国在003航母舰载机上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将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歼35战机有了怎样的改变 沈飞用了怎样的新工艺加快对其的生产 我们都知道 随着003航母下水时间临近 这就是中国也加快了对其舰载机的研制 以便可以更好实现上舰 发挥出最强大的战斗力 因此 这对于中国舰载机的发展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 关于003航母舰载机 此前有消息称 据微星图像显示 有两架歼35战机和几架歼15舰载战机并排 首都铜匡出现在辽宁省的海军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 这架歼35战机似乎比歼15战机略短 而深灰色涂装显示它们是隐形战机 至于两款战机并列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003航母将搭载歼15T和歼35战机 实现混搭列装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度提升003航母的战斗力 以便可以达到最好的作战效果 然而 关于歼35战机 我们都知道 其在中国众多战机中脱颖而出 一举成为了中国新一代舰载机 而且经中国官方确认 将会登上003航母 因此 这就使中国加快了对歼35战机的发展 并且对其的性能进行不断调试 以便可以使其达到最佳的性能 从而可以发挥出更加强大的战斗力 消息还指出 虽然中国歼35战机曝光时间不长 但是 其被广泛认为是美F35战机的主要挑战者 这主要是由于歼35战机的原型机 与歼20战机是同一时代的战机 此外 歼35战机在基载雷达 航电系统 电子扇系统和武器系统上 基本上和美F35战机处于同等水平 甚至在歼35换装涡扇19发动机后 这就使其在空战性能方面将会对F35战机形成不小的优势 因此 据分析人士指出 歼35T和歼35两款舰载战斗机在性能上 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西方国家的先进顶尖战斗机 而这两款飞机将普遍混搭列装003航母 将发挥出极其巨大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 现如今 歼35战机在外观上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区别 最大区别就在于涂装的更换 据悉 此前试飞的歼35战机呈现青绿色的出场涂装 但是 如今的歼35战机 已经涂刷了新型的D壳式隐身涂装 这就是歼35战机在外观上看漂亮了许多 不仅如此 此前还有消息指出 通过对比歼20战机的发展过程 就会不难发现 之前歼35绿皮机的状态 对应的就是歼20的黄皮机 属于原型机 但是 由于歼35战机需要使用的复合材料较多 所以是绿皮的 然而 现如今涂装成银色标准的歼35战机 则对应的是黑色涂装的歼20战机 这也预示着 歼35战机的发展也已经越来越成熟 将很快可以实现量产 并能实现与003航母同时服役 这将十分令人期待 此外 据悉 为了加快对歼35战机的量产 这就是沈飞不断探索新工艺 以便可以更好加快对歼35战机的生产 以便可以更好实现量产 这就是沈飞对于歼35战机的生产 呈现出了下饺子的态势 而沈飞主要采用的是新工艺 一体成型 就是直接一次性用增材制造的方式 将整个机体组成立段 与机翼主结构都打印出来 从而可以一次完成过去多道工序 才能完成的生产工作 从而可以实现大大降低产能需求 同时也减少了结构上的硬力集中区 消除了强度弱点 因此 这对于减重以及提升机内容积 有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沈飞在用上新材料新工艺后 这就使其可以对传统的机身 翼两主结构的制造方式进行了跨越式的更新 用一体成型增材制造 取代了过去的水压成型分体式制造 紧固连接 将这一块整个飞机上最主要的成立部件 仅仅用一个工序就能够完成生产 从而在生产性能上获得巨大跨越 因此 现如今 随着沈飞加快了对歼35战机的生产 这就将使歼35战机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 将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也将进一步加快促进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按照歼35战机稳步推进速度 这就很可能使其与003航母加入海军的时间相吻合 因为其作为专门为003航母配备的舰载战斗机 这就使二者在研制速度上保持一致 此后 随着003航母加入中国海军后 中国海军也将着手进行 歼35隐身舰载机的起降和部署试验 以此来达到最好的上舰效果 并与003航母可以组成最佳组合 这类一提的是 随着歼35战机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现如今歼35所涂装的银色 加上在其机体垂尾上隐约可见低可视涂装的 中国海军航空兵徽章 这也意味着海军版本的海5型隐形舰载战斗机 即将正式横空出世 此外 除了现如今的变化 歼35战机在此前也有了一系列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 在此前 歼35最新原型机使用了带锯齿状的新型国产发动机 从外形上来看 就是国产涡扇19发动机 这是一款推比达到10的先进中推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大幅度提升了歼35战机的性能以及作战能力 因此 歼35战机在换装了国产涡扇19发动机后 这就使其的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使其具备了更加强大的隐身性能 这对于歼35战机来说将是质的飞跃 这也将使中国舰载机取得巨大的发展 从而为航母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助力 所以 随着歼35战机成功焕发 这就使其动力更加充沛 且飞行性能更加出色 隐身性能更加强大 使其作战半径将达到1200公里 这对于一架舰载机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此外 据悉 歼35战机将换装和歼20战机类似的先进航电设备 与空对空导弹 因此 就算是面对美国F35也丝毫不落后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歼35战机除了安装了先进航电设备与空对空导弹 还安装了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该系统主要用于执行对空搜索任务 具有超强的探测能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歼35隐身战斗机已经安装了两种不同的红外装备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歼35战机的性能 现如今 随着歼35战机进行频繁试飞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其性能的升级 以便可以更好实现上舰 可以更好与003航母进行配合 从而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以此来大幅度提升003航母的战斗力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歼35战机加快量产 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构成巨大的挑战 并对其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来说 有着巨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将进一步加快中国海军的发展